巨大飛行器 載著乘客遠離地表 實現人類飛翔的夢想 當飛機以每小時 超過900公里的速度 在36000英尺的高空 穩定飛行 最大的功勞 除了機師跟機組人員 地面上還有另一群人 正在賣力為你保駕護航 其中一個關鍵 叫做航務員 上午9點的松山機場 一如既往的繁忙 我們經過事先申請 進入管制區 第一關就是先通過 航警的身份查核 就連攝影器材 也要一一檢查 任何攸關飛鞍的細節 都不放過 深入航下最內部 這裡除了停放飛機的機坪 還有來來去去的 地勤公務車 其中一個神秘空間 就是航務員辦公室 郭義偉是松山機場航務員 他本身就是航空迷 從事這份工作將近兩年 而這天中午 他帶上無線電準備出動 塔台航務員 目前在腰兩倍 申請經由威士忌 腰洞跑道外等待 同意通行威士忌 在腰洞跑道外等待 航務員同意通行威士忌 腰洞跑道外等待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開始 進入行道 依照塔台給我們的指示的路徑 然後來做巡視這樣子 航務員日常工作繁雜 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確認 跑道安全 向塔台回報及時訊息 光一個小小螺絲 如果今天被飛機吸進去的話 那個引擎可能就報廢掉了 那一個幾百萬的引擎就報廢掉了 檢視機場跑道跟滑行道 確保沒有破損 甚至就連一顆小螺絲 一張紙線都不能有 如果發現異常 就得要及時處理 通知塔台 避免造成嚴重非安事故 因此航務員又被稱為 塔台的眼睛 白天的時候太陽一曬 就是會熱脹冷縮 到下午一下大雨之後 就會有出現裂痕 然後可能就會有碎死 就是像瀝青 滿常見的是跑道上有FOD 所謂的FOD 就是我們所謂的外物入侵 就是不應該有東西 那可能是石頭 或者是金屬 或者是偶爾會出現的鳥屍 那這個就影響跑道是不正常使用 那就必須要立即的處理 如果說機師是在第一線掌控非安 那航務員就是在陸地 守護民眾的安全 每天早上10點鐘 是松山機場航務員 聯合巡場時間 四到五輛車會同時上場巡查 另外航務員每天還會進行四次檢查 上午下午各有兩次 每一次都得抓緊航班的空檔 卡台 確認一下跑道目前空檔多少時間 卡台 回答 跑道目前沒有離道場 沒有離道場的話 我們就可以依照我們自己的時間 就是飛機落地的最頻繁的區域 那這地方來說也就是 我們飛機的跑道部分來說 比較容易受損的地方 除了要眼明手快 確認路面的狀況 航務員還有個重要任務 就是驅鳥 來 左邊停一下 我們來的區域入室 你看這邊有入室 你可能還難想像 小小的一隻鳥對飛鞍影響到底有多大 美國聯邦航空總書統計 從1988年到2019年 全球鳥籍的飛鞍事件 共有271件造成292人死亡 損失高達900億美元 超過9成的鳥籍都發生在飛機起降 其中有一半是引前吸入飛鳥 而最知名一次 就是2009年全美航空 因為鳥籍造成雙發動機失效 機長得在河上迫降 才救回機上的人命 而這起事件 還被翻拍成電影薩利機長 只要看到跑道的周邊出現鳥隻 航務員就會出動鞭炮 甚至請航警用散彈槍來驅鳥 而目前國內的航班 在機場轉場時間 只有短短35分鐘 就要完成檢修作業 一旦遭到鳥籍 輕則造成航班延誤 嚴重更可能導致飛機失事 緊結論看來說 應該就是說 飛機已經要快落地的時候 然後才 我們剛下的時候看到了破損 趕快通知塔台 塔台在那時候 才趕快叫飛機重飛 同時是又要驅鳥 然後又要撿鳥屍 然後又要修補跑道 是同時在進行的 一旦飛機準備進入跑道或滑行道 航務員就必須再停止線前等待 一切都以飛機為優先 任何人車都不准進入 為了避免誤闖 航務員每個動作 都要先取得塔台同意 目前在逃到 威斯科特西邊的位置 申請人員下車進行作業 好看 好看 現在來作業時間 目前作業時間預計會三到四分鐘 那會保持無線電手聽 目前全台航空站 加上桃園機場 航務員不到兩百人 薪水約五萬元起跳 想成為一名航務員 就必須通過民航特考 考科包括國文英文法學知識 還有航空專業 還得通過面試 再經過半年食物訓練 才能進入機場服務 而真正上路巡檢前 還要取得特殊駕照 最重要就是了解 這個場面的狀況 然後包含說 內外交通道的速限 還有整個裝備要怎麼擺放 然後還就是說 再來就是你要怎麼去 服務信電 我們一大坪唯一沒有 空橋是哪個機坪 12 好 從航空用語 到機場的所有狀況 航務員都必須瞭若指掌 才能夠跟塔台溝通順利 A到Z都有自己的獨特用法 但是這個是國際通用的 像剛才提到的 主要的滑行道是東西兩側 就是英文的W跟E 可是我們唸法會唸成 威士忌跟E 不會直接唸W滑行道 E滑行道 由於機場是全天開放 即使夜間也可能有航班要起降 為了確保飛行安全 24小時都得有航務員 在機場輪班 晚上有夜間施工 場面上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那早上南竿 因為天氣關係有取消 那下午再多注意情況 每位航務員一天工作 12個小時 早上7點就位 到晚上7點 再交接給另一位航務員 我們其實平常 滿大一部分 就是一直在跟航空公司 在溝通說 嘿 哪一個飛機要去哪裡 哪一個飛機要幹嘛 比如說這一班他6點到 他如果今天突然 5點鐘就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要趕快 搶到另外的位置 因為他不能停到的位置 2024年10月 襲台的康瑞颱風 強風造成許多班機停飛 機身就必須要固定在機場防台 而停機坪 也是由航務員協助安排 這一台飛機它就是橫的 它原本應該是要停直的 它現在是停橫的 然後綁在地上 航空主席楊風財你好 國內線航班 早上因為南竿機場天氣的原因 部分航班取消 建議下午要前往南竿機場的旅客 再多注意航空公司的航班動態 國際線及兩岸航線都是正常的 航務員每天例行工作 零零總總超過20項 還包含跟廣播單位連線 通報國內的航班狀況 每天也要幫機師進行酒測 酒測嗎 幫我填一下航空公司 直撐姓名 好 來 檢視航空公司地面作業 是否按照正確程序 也是航務員的重要工作 像是一般工程車 在靠近飛機時 不能直接從機翼下方通過 就是為了避免發生碰撞 對這種會靠機的裝備要很注意 因為你不小心 你可能就會碰到飛機 如果嚴重的話 你可能這架飛機就不能飛了 它就要停下來檢修 萬一真的有事故 航務員更是扮演通報角色 及時安排消防救難人員 以松山機場來說 即使飛機是在場外發生事故 也必須由航務員負責處理 責任範圍遍及台北 新北 宜蘭跟基隆地區 像是2015年 基隆河的復興空難 就讓航務員李敏華印象深刻 迷航局是已經要通報的 然後包括運安會 那還有就是國售中心 還有就是當然航空公司 那我們要通報外面的119 三分鐘也可以 五分鐘也可以 那因為飛機它過來時 我們所謂的準備好 是要減少從消防隊出勤到飛機的位置 減少那個時間 客人縮短1分鐘2分鐘 這些都是防警的時間 其實維護民眾飛安的 不只航空站的航務員 還有隸屬民航局的航務檢察員 必須具有7年以上的飛航年資 塔台則設有航空管制員 塔台管制員那邊 它那邊是有氣象的資料 所以它只要看到風向 可能有變了的話 它就會告知要換跑道 每一趟安穩的飛行 背後都隱藏著許多不為言之的努力 環環相扣卻易不可